书颖会其实是4加1个社团 大家轮番上阵来安排这个节目的 那下个礼拜的话是我们全球华人防癌场面 要构建一个节目 那当然我们顾名之意的 这个防癌的这部分 各位你们看到这个大桶的这个油 已经污染了 我不知道了 我们的这个成千上万的我们这个同胞 而且呢 又污染也不是这一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的话要如何的自保 那下个礼拜的时候 当然这会针对这个主题 我会带一下 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以外呢 我当然也是希望说 在我们的活动的安排里面 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奇异人意识 所以的话我们上一次的谢贤老师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有请一位刘谦老师 那个是一个书法的专家 那我们在当场的时候也邀请了他 到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 来指导大家 这个书法 这个书法文化与养生这方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关联性啊 那也欢迎说大家对这方面呢 有兴趣的过来一起来研讨一下 好不好 下个礼拜 我们的活动都在这边 当然我说四加一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安排这些活动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团体 就是江晃荣的团体 只是因为他的这个时间 我们没办法住在上面 那可是你们等等出去的时候 可以拿到一份资料 就是在这个白海山的时候 在这个场地 他们有活动 我在这个地方顺便也为他广告一下 预报一下 那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到这地方来 六点钟开始 就是我们江晃荣江博士 知道他吧 那个怪咖对不对 讲飞碟的 对不对 那他们这一次要讲的复活岛的那些巨人实相的 那方面的一些探讨 就是这个礼拜三 好不好 但是外面的时候有一些资料你们可以拿 欢迎大家下个礼拜一到这个地方来 在我们在共同在这个地方相聚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 当然就是希望说是 这个 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 弄一个人文风景线 你知道什么叫人文风景 大陆的人来这边 不是在那边游山玩水 我们这个地方的活动办得好 自自然然的也会传出去 现在还没有大陆客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边来取经 不过假以时日的话 这个地方的场地的话 一定会有他们的东西 好不好 我们的刘老师已经到广州这个地方去救人了 好 再次了 谢谢大家 也帮助大家 下礼拜一会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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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